飞飞英语必为精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飞飞老师的新感英语系列课堂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讲解的是新二的Lesson 56第56课 题目叫做Faster Than Sound 比声音还快 那么这节课我们会继续上节课 继续形容唱及我们的飞飞一种词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我们这节课的进度和节奏 当然本课的词汇并不多 相比上节课来说那就是小物件大物了 而且好像还挺简单 但有些词得去牢记 那第一个词没什么可说 声音一起来Sound 再来一遍Sound 简单名词 那下面一个词就出现了 这个词叫做兴奋 以前我们学我很兴奋 小物词怎么说呀 I'm excited 过去分词所定语 我被弄得很兴奋 我很兴奋 那当然因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电影 一个令人兴奋的节目 Because it is an exciting game 我们去到家里一地一般修饰人 加了NG一般修饰物 两个都是形容词 那今天你会写excite的名词 兴奋怎么说吗 注意每个动词变名词的方法不一样 今天我们要领略领略 一般后面要加ment变成名词 只需要在后面加ment 就可以变成名词 不要自作聪明给我取义 所以由动词excite加上ment 跟我读一下名词兴奋一起来 excitement 再来一遍 excitement 那这句话同学们怎么发言呀 The news caused great excitement The news caused great excitement 这个消息引起了巨大的兴奋 那你还能想起英文中 你MNT结尾 你学过哪些名词呢 那自然学过的第一个就是agree 什么意思啊 同意 那你知道agree的名词应该怎么写吗 嗯 看啊 千万别去意义 直接加ment 同意一起来 agreement 再来一遍 agreement 我们说equip 玩网游的同学都知道 装备的意思 有点arm的感觉 equip 装备的意思 我在一个山洞里 或者一个湖边 一个游戏中 对吧 我找到了一件装备 那装备的名词怎么写啊 于是有同学说 equip 得双写 T加MNT吧 注意啊 千万不要自作脱情 那个一亿结尾的 你照样保留意 熊词变比较急才双写呢 动词变过 就是在设计双写 这只是一个名词 直接怼上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 怎么写 我们叫equip ment 不要双写 跟我读一下equip 再来一遍 equip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动词发展怎么说呀 我们叫develop 那这个名词 我们见证了巨大的发展 自然就要 跟我读一下一句来 development 往下看 development mover是什么意思啊 移动 那这个名词应该写成 去不去意啊 千万别去意 所以只需要在 相关动词后面 加MNT 就构成了名词 跟我读一下 movement movement 好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简单西红词 这个词 小学一年就一会 但是今天的意思很奇怪啊 以前 Handsome 我们说是英俊的 一般都称是男孩 很少修饰女孩 不是很少 是不可能的 我说 Oh She's a handsome woman 一个英俊的女的 感觉女的都找护心毛了 肯定不行 但是今天注意 Handsome加人 发现成英俊的 一般都是帅哥 那同学们 但是如果加物体的话 可以发现成漂亮的 但这种漂亮 肯定跟Handsome的原因 英俊 他离不了干系 脱不了干系 他有一种 特别男性的阳刚之美 所以你家里一只小母猫 最好别说Handsome看 哎哟小母猫 多英俊啊 哎呀 还长胡子了 废话 哪个动物不长胡子呀 那同学们 你看什么东西可以很漂亮 我说 一匹漂亮的马 有点雄性美的特征 肌肉发达 我就可以说 This is a handsome horse 漂亮 挺拔的 茁壮 特别酷的感觉 或者 我推荐你买一辆这个车吧 What a handsome car 跑车 线条啊 特有动力啊 我天 男性追求速度 A handsome car 或者我特别喜欢大城市这些 Handsome buildings Handsome buildings 漂亮的 威额的挺拔的大楼 我觉得一般这种东西用Handsome比较多件啊 所以今天讲的是赛车 Handsome car 并不是这车长的英俊 变成晴天柱了 好看 不是这意思 就是漂亮的车 感觉动力十足 马达轻音测 什么种浪的声音 是这个意思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今天讲车 车轮 怎么说啊 各位 下面一个词诞生了 W-H-E-L 一起来 wheel W-H-E-L 记载本上 wheel 跟我读一下 wheel 那今天一个车 has four wheels 四个轮子 这个东西也是一种车 我们叫轮椅 我记得去年的中考 是只老师摔倒了 最后 同学们在帮助下 这个老师康复了 然后呢 推着轮椅进来了 有些同学不会去轮椅 都说坐着椅子就进来了 我的天地 你才能动啊 不行 轮椅怎么说呀 哎 轮子今天我终于会了 在后面加一个椅子 不就行了吗 轮子叫wheel 椅子叫chair 这就是英文的合成名词 会轮子就一定会轮椅了 一起来wheelchair 再来一遍 wheelchair 多少记忆 轮椅 一起来wheelchair 好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 重点名词是初二 我们必须要回到 爆炸的名词 先不说 先击动词 这个动词叫爆炸 EXPLODE EXPLODE 爆炸 一起来explode 再来一遍 explode 大声跟我读 explode 什么东西会爆炸呢 the firework exploded in his hand the firework exploded in his hand 过年的时候 咱们都会放 firework 不是带火的工作 是指work 这里应该是作品 一个作品 能着火 哇 到天 很好 就是咱们的炮煮 烟花的意思 结果再放个RT角 炮煮一点 还没得 灭制了 碰 在他手中就 爆炸了 the firework exploded in his hand 当然还有爆炸东西 同学们记住 炸弹也是可以爆炸的 有些同学知道爆破的 那个炸弹 怎么说呢 B-L-O-M-B 炸弹 第二个B不翻 一起来 Bomb Bomb B不翻 Bomb 第二个B不翻 Bomb 这就是炸弹 一个炸弹爆炸 就是a bomb suddenly exploded 所以叫做 那有的时候开着开着车 你会说碰一下 当然这什么意思啊 his car tire exploded his car tire 还记得这个词吗 轮胎的意思 轮子叫wheel 包着轮子那层皮 轮胎碰 轮胎爆炸了 有时候还抽象点了 气球爆了 the balloon exploded 或者还说 生活大爆炸 当然几个例子 人口大爆炸的时代 信息大爆炸 the information is exploding 那这些都是很抽象 那于是记住它的名词 按理说名词啊 TLN结尾 变名词比较多 对吧 什么什么甚 什么什么甚 比较多 但是有那么几个名词 可讨厌了 以FLN结尾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explosion 再来一遍 explode 看好啊 怎么猜 人 这个词叫爆炸 它的名词 你还记得决定的名词 decide 怎么写吗 有些都会读成decision 写个TLN看好了 I 7 翻译起来 decision 再来一遍 decision 一起读 explosion 大声读 explosion 爆炸的意思 what is a nuclear explosion a nuclear explosion 不是干净了 nuclear很好 这个词叫做 这个词叫做 核 核 从你写这儿 核电站 什么原子核的 核 核电站 就叫 a nuclear station 什么叫 a nuclear explosion 核爆炸呀 那同学们 什么叫 哎呀 今天在家做饭 结果突然 电话响 一聊聊半个小时 发现最后天然气没关 等一着火的 gas explosion 天然气爆炸 或者人口爆炸 a population explosion 上世纪人口到大爆炸 a population explosion 人口越来越多了 那同学们 下面一个名词 哎 有点专业了 我们最早学course 可是觉得是一个最简单词 当然 of course 那同学们 其实course of 这玩意不是然的意思 off也不是当 它有三个意思 我们都要掌握 没想到今天先出的是第三个意思 因为讲的是赛车嘛 离不开车的跑道 飞机的航线 水的航线 所以同学们这个词一起来 course 再来一遍 course 坐飞机 你要是将来当机长 就得知道了 the plane is off course 就知道这句话 什么意思了 the plane is off course of 什么意思啊 离开的意思啊 off line 不叫下线吗 那同学们 这里指飞机离开了航线 跑偏了呗 跑出了航线 没有encours 没有在航线上 那同学们 于是我们要改变一下这个路线 怎么说呀 改变 change the course 同样 and the course of a river 一个河水的航线 路线是往东流 往西流 this is the course 跑到航线 跑到航线的意思 course还有其他两个意思 更重要 那同学们 你们现在上的就是飞飞老师的一个 English course 什么意思啊 课程的意思 于是有同学们 我老师 那以前那lesson跟course有什么区别啊 你觉得你现在上的是一个English course 还是English lesson呢 都对 如果指English lesson 指着什么呀 一节课 今天咱们上新概念这一节课 56课 This is an English lesson 我们整个的这个新概念的课程 有96 lessons 96节课 那什么叫course啊 是指着一套课程 一期课程 今天这96课就是一套课程 And this is a course 你报名参加的肯定是一个course 而你试听 咱们网校都是可以试听 The first lesson of the course 课程的第一节课 所以这是课程 这是一节课 一定注意他们的区别 后来course在西方更重要 它不是学习米食为天吗 吃饭中更重要 在吃饭的时候 英国也普遍呀 每个正规的西餐dinner要含 3 courses 必须有3 courses 何后我已经写出来了 一个course一道菜 一个正规的西餐有3 courses 三道菜 分别叫什么 扫扫忙啊 第一个叫做starter 什么叫starter 最开始的小东西 我们叫开胃菜 第二main course main是什么意思啊 主要的 什么叫main course 主菜 吃完主菜以后 该上的是 D E S S E R T 注意好好读两个S 一起读Dessert 再来一遍 Dessert 什么意思 甜品 不要少写S 有同学说 阿姨该上Dessert了 那是沙漠的意思 所以阿姨很无语的 给你上盆沙子 你磨牙用啊 同学们 所以三道菜 starter main course in Desert 开胃菜 主菜可能是牛排 可能一条鱼 可能一条鱼 当然Dessert甜品 可能是咖啡 可能是冰激凌 或者一个小点心 那有人说老师 那course表一道菜 跟你学习的地势有什么区别 地势不也是菜吗 对 地势的原因是盘子 它指菜 是指一盘菜 你看这里头有起码 一二三四 四个小菜 没问题吧 也叫菜 一盘子成的一个 但是整个这一个 是一个starter 一个course 一个course叫一道菜 谁说西餐的头道菜 就是上一盘啊 可能上四五个小盘呢 主菜可能上两三盘 最后甜点可能上 一个小的四个小东西 有水果 还有这个沙拉 还有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记住 course讲到一道菜 一盘菜叫Dish 或是上了一整套的课程 一节课叫Dish 所以我感觉 它总是一个很综合的词 如果知道的话 of course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 下面一个词 是本课 一个挺难的名字 大学的词汇 但是好记一起来 Rival 再来一遍 Rival R-I-V-L 大声跟我读Rival 一起读Rival 什么意思 对手的意思 真是棋逢对手 我们是business rivals business rivals 什么意思 商业对手竞争伙伴的意思 下面一个字 再记住 都知道 以后就用得着了 And he's my rival in love My rival in love 或者一堆 Rivals in love 什么叫 他是我在爱情方面的对手呢 那这个怎么办呀 很好 情敌的意思 同学们 And he's my rival in love 我那么多情敌 Rivals in love 我都快吐了 我退出吧 同学们 是这个意思 或者我说 肯德基 麦当王 那可是 Old Rivals 什么意思 老对手了 哪一个好吃 我也不知道 有同学说 有什么区别 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肯德基 这爷爷 麦当老师叔叔 所以这个字 一起来 Rival 商业对手 一起来 business rival 再来一遍 business rival 那同学们 竞争对手 爱情方面的 一起来 情敌 Rival in love Rival in love 在爱情方面的对手 老对手一起来 Old Rival 主要对手 怎么说呀 Main Rival 这次考试 我的主要对手 And he is my main rival 挺实际上的一个词吧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重点动词上场 一起来 speed 以前写speed 是什么意思啊 速度的意思 这回名词当动词史了 自然跟速度有关 即时快速行进 你能写写它的过去识 和过去分词吗 好 同学们写出过去识 过去分识了吗 其实书上都有 一定得记录啊 speed变成动词 居然是不规则的 这个词去掉一个意 再去掉一个意 两个都出来了 一起来 speed sped sped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speed sped sped 他的意思就是快速行进的意思 For example the car speed passed the restaurant 也就是这个车 快速行进 路过了这个餐馆 不能这么用 要么牛一般 现在是speed 如果是是昨天快速行进的话 怎么写呢 去到一个亿才行 很多人认为speed speed speed 过去是过去分子一样 不一样啊 读音也不一样 the car sped passed restaurant Yesterday 或者 the car sped along the highway 什么意思啊 这个车 沿着高速路 急驰的意思 有了速度嘛 同样不光可以是车 人也可以 he sped down the street 沿着路 快速行进 那你想想 我们以前学什么 急驰快速行进 都学了多少了 最早最土就是跑 Run 但是也可以 后来学了 R开头的急驰 叫做 爱起来 Rush 再来一遍 Rush 飞奔急驰 第三个一起来 Dash 一起来 Dash 今天学的第四个 一起来 Speed 再来一遍 Speed 这三个词 其实是没什么区别 Run就是很普通的跑 Rush 狂奔 Speed 来自于速度 这个冲刺一样 所以记住 这四个词是可以替换的 比如完全可以说 the car ran past the restaurant the car rushed along the highway he dashed down the street 沿着街 玩命跑 所以一分钟我们就学了四个跑了 都得记住 Run Rush Dash And Speed 以后还要学其他的词 那同学们 Hurry 于是又吞了我 老师呢 Hurry是什么意思呢 Hurry是匆匆忙忙 可能也比较快 但是绝对没有这四个词快 比如几个例子 我说 He hurried down the street 也就是他在这儿 沿着街赶路呢 不叫他跑 也可能一边抹汗 一边三步并坐两步的 比如赶地铁 八点就要上课 都已经七点五十了 Hurry就是匆忙的意思 没有这四个快 但你也可以说 The car hurried along the highway The car hurried past the restaurant And he hurried down the street 那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词 下坡挺简单 一起来 Don't you 在那边 Don't you 下楼怎么说呀 嗯 Downstairs 用哪个动词啊 这是个副词 走下楼就叫 Go downstairs 而下坡英文就叫 Go downstairs 那上楼叫 Go upstairs 那上坡怎么说呀 那不就是Go up you 不过同学们 真正Go down to 或Go up you 这两个词啊 我觉得比Go downstairs Go upstairs好用的多 这俩词 谁没事老说上坡下坡 谁没事老住山上 我们又不是 Cave people 山顶洞人 同学们 真正用的是 你猜猜什么意思 最近生意怎么样 不行 By business It's going down to 我的生意正在 这都不用饭 跟中一样吗 走下坡路 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不光生意不行 人也可以啊 Grandma 奶奶啊 Fell 摔倒了 Broke her leg 摔断了她 自从那以后呢 She went down to 她就什么意思 她就有什么执意啊 自从摔断腿以后 她就只能走下坡路 不能上坡了 不是这意思 摔断腿下坡了 这就是指的意思 这人的状况 就是一直走下坡路 我觉得在那摔断腿之后啊 就一蹶不振了 咱们中国不会怎么翻译吗 就身体美矿 雨下了 My career has gone down to you since my illness 自从我的疾病 开始 我的career 事业就开始有点一蹶不振 没有什么起色了 以前这个城市 比如那个城市拿香港来说 那时候中国没有开放的时候 香港是亚洲一个金融中心 但现在北上广深 各个大城市都在开放 所以都在墨益 我觉得这个城市 就有点开始 一蹶不振了 一蹶不振 就可以叫go down to you The city began to go down to you 没有以前那么的热闹繁华 可能慢慢去的话 可能稍微 没有以前那么繁忙啊 可能稍微就破败了 所以记住 go down to you 就是走下坡路 一蹶不振的意思 戏中 我个人感觉 戏中 比喻的说法 那go up to you 就一样了 我的现在事业正处于黄金期 My career is going up to you 所以go down to you and go up to you 我更喜欢你记录这两个次数 如果知道的话 那同学们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本课的课文部分吧 课文部分 又到了极难的语言点 没关系 在我们的赠送视频中 我们通常会讲 非为动词的题 咱们一点点来 这个非为动词 可以说是一个小噩梦啊 同学们 那同学们 为了把文章学习得精 我们必须要了解了解 好了 先暂停一下 把刚才的词汇 各位记得在一个本上 如果你有本事 再去字典上超过例句 那就更完美了 第二 跟着我们的文章 MP3 读两遍 哪个句子不明白 可以坏话 带着任务来读文章 总比盲目的取听 要强得多 难道不是吗 好了同学们 一会儿